涼拌海哲絲 一般的喜宴桌菜 前面都吃得到 它一定要有脆口的感覺 在家裡做呢 我的蔬菜會放多一點 每一次吃到呢 至少會有一些小黃瓜 或是青蔥 會比較滿足 寶寶吃飽 又吃巧 又來囉 夏天到了 天氣越來越熱 今天呢 這一道菜 就是我們夏天的涼拌菜 涼拌海哲絲 涼拌海哲絲 就是在一般的喜宴桌菜 前面都吃得到 這個在我們南北貨店 或者是一些乾貨店 都有在賣 它是用鹽巴 叫鹽漬的方式 這很鹹很鹹很鹹 一定要在家裡用 最小吃的來水 讓它流水 讓它去除鹹味 還有腥味 以及它可以發泡 因為它原本是軟趴趴的 透過水呢 它像打水一樣 它水會吃進去 它就會變得比較脆 比較厚實 那你會覺得說 這樣浪費水資源對不對 用另外一種方式 把它水蓋過 大概是半個小時 再去換水一次 大概換六次左右 但是效果就差了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就把水 稍微把它綠乾 現在呢 就要教大家 調這個醬 糖 蒜碎 香油 烏醋 醬油膏 醬油膏是帶鹹味 以及甜味 它比較能夠附著在 我們的海哲上面 放一點辣油 跟大家來講一下 我們的海哲 它已經現在是生食啊 這待會就可以直接吃 你沒有辦法加熱再去勾芡 所以說用醬油膏 它有附著的一個能力 這個重點你一定要記住 接下來來看一下 我們的海哲 你會覺得說 寶寶是這個 可以這樣生吃嗎 但是他看到網路說 一定要汆燙啊 一定要煮過 如果你技術不好 是不要試著去汆燙 一旦汆燙 它就變成小條的橡皮筋 會很硬 然後會萎縮 今天教大家的這個海哲絲 是泡三個小時之後 再用冷開水 再去泡一下 讓它洗乾淨 另外一種方式呢 寶寶師啊 有傳家大廚菜 這一本書 如果你今天呢 在料理123 還是誰不會 沒有關係 請上網去買這一本 傳家大廚菜 在這書上呢 的做法 跟寶寶師今天教的不大一樣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用滾水 把它汆燙10秒 馬上用冰水把它冰鎮 最多 最多 只能5秒到10秒之間 一定要把它撈起來 要記得哦 這裡的醬啊 你就是自己抿看看 一定要稍微鹹一點點 因為海哲他 沒有辦法 每一個面的水分吸乾 所以說 你的醬汁 一定要稍微鹹一點點 小黃瓜 青蔥絲 辣椒絲 這個醃好之後呢 把它放冰箱 至少放2-3個小時 讓它冰冰涼涼的 它會變得更脆 更好吃 涼拌海哲絲呢 已經冰鎮了2個小時之後呢 它一定要有脆口的感覺 我自己在家裡做呢 我的蔬菜會放多一點 每一次吃到呢 至少會有一些小黃瓜 花圍豬青蔥 會比較滿足 在家裡試做看看吧 希望大家 能夠繼續支持 我們料理123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 掰掰